今天本來是要來還左康儀 這個被我幹走大概快半年的帳篷 想說都要還了,就物盡其用 乾脆最後一天 順便在她家頂樓搭個帳篷,錄個影好了 而且我什麼都沒帶 我只帶了一件熊熊睡衣 你們看一下我小熊睡衣 來幫我拍一個性感一點 欸誰?誰三金半夜會想來啊? 宿醉收容所,大家每一局就會來找我 然後拿隊的分子 超帥的,我小熊熊熊 那你主意抬頭嗎? 等一下,我們今天是outdoor 所以我們兩個開閉的玩玩 開閉的東西你就做好玩的 我對,我對 我對,我對,我對 我對,我對,我對,我對 我也是很outdoor的 謝謝 你,你找我 我前衝不了 鎖喀姨 鎖喀姨我到了 嗨,我在你家錄影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在你家頂樓錄影嗎? 我 呃,計畫人是我 啊,你洗澡了嗎? 還沒啊,我們先去搭一搭好了 好,那我們去 而且如果太冷的話 去買個酒 我加很多酒 真的喔,有紅酒嗎? 有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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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熬喔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的煩惱 二十六歲的煩惱就是 我們要磨成社會藥的形狀 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欸,我這個VLOG變得很憂鬱耶 快樂冠軍 開不開心 給我一個快樂快樂 我們一定要成功 你說人生嗎? 嗯 那你幫我拉高 我可能給我拉高 對 嗯,因為帳篷 本身已經有點壞了 所以我們用了一點人工智慧 我們需要的是 燈 延長線 被子 枕頭 卸妝 桌子 桌子 洗澡 可是我們不都一起玩的嗎? 我不是旅存到錢 我存不到錢 什麼意思 還是直接就算了 好不想動 露營囉 低成本 真的是低成本 耶 耶 耶 游進去 這樣我們就已經完成一半了 好,拿這個燈 好,拿就拿這個燈 哇,幹 酒莊耶 紅酒就最純的就好 紅一酒 那就那一支吧 這支 OK 好 好 不知道我們這樣搞的 你鄰居隔天起來 晾衣服會說什麼 我們就說我們是兩個 落難美少女 沒有地方注意 好,先架個桌子 小燈夜酒 那右邊 謝謝 介紹一下裡面的環境 嗯,很不錯喔 我們就是跟平常一樣 請問你來你家頂樓滑Tinder 能滑到比較all door的男生嗎 走了啦 我們去開紅酒 結果要開紅酒又要跑下樓 要來回幾遍 對啊,你家一堆酒怎麼可能沒有開神器 確定 對啊,他就這個帳 然後就會 我在歐洲這樣 因為我永遠都沒有開神器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是outdoorgirl 所以我們連開神器 都是最原始的方法 姐妹,我找到了耶 天哪 我已經快燒 欸不,確定 幹什麼,幹什麼 怎麼燒一半 收乾一下 哇,剛剛有人來烘衣服 有人來了 抱歉 很開心 很開心 我好像煮太軟 有發現你長越大驚喜越來越痛嗎 欸,有 我也是 我小時候真的完全不痛 我有嚇到耶 我真的 而且情緒超明顯的 對,因為我以前都覺得 就是班上那些說筋痛 我都覺得 在妝 欸一開始你會很反抗 就被改 然後要變成社會的形狀 後面就會覺得 喔好啊,那就那樣 就算了 不然應該會 我的電話嗎 喂 幹嘛 我在我朋友家頂樓啊 你要 你要來嗎 可以啊 欸,真是不懂 欸,這是你朋友嗎 欸,你好 欸,我們 我們 請問這種爛行程怎麼會想來 哈哈 真朋友才在台 沒有,你們只是在台北沒地方是 哈哈 我跟妳講 我這個人在台北 就出了名的 就是 宿醉收容所 大家每一局就會來找我 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 現在幾點? 三點 因為這種時候只有我沒睡 欸,而且 你知道我們帳篷很小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要睡哪 我就跟妳講 我們在這邊錄炸營啊 你這樣不來 你這樣不來 我就跟妳講說 欸,我們很 我們很鹹 兩個小時之後 好像好怪喔 那他可能還沒喝夠嗎 對啊 那種狀況 你覺得有點 那種狀況 沒有,那種狀況 我就會把自己關醉 當我去一個場 我快點狂喝酒的時候 就代表 我要讓自己關醉 還是那種狀況 你就會把自己變成這樣的狀態 我是比較chill一點 我是把你們當自己人 我才這樣 這種狀態你就會變成這樣喔 給你們看一下 我小熊睡衣 來幫我拍個性感一點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沒穿那衣 你笑什麼笑 他笑什麼笑 我遇到天蠅做 超級 超級渣的 可是 你得承認 你會被天蠅做吸引 嗯 你說你嗎 就是你 你為什麼遇到渣的 是因為你有被他吸引吧 嗯 欸,不想承認 沒有,我跟你講 他只是不喜歡你而已 可是你看 我沒有人被金牛做吸引 我們是怎樣 我們原本 其實都是在公司見面 然後第一次去他家的時候 他就一直不穿褲子耶 我所有人來我家 我都不穿褲子啊 我第一次遇到一個人 然後 開門就不穿褲子 開門就不穿褲子 然後什麼都不穿 只穿套一件T恤 然後就說 嘿 不好意思 我帶了可能300萬 我買了一個 垃圾的藝術品 就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 太有藝術了 什麼的問題 真的是殘害啊 我看我 怎麼辦 是不會王的啊 資本主義抬頭啊 我跟你講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時代 自己的東西 不行啊 憑 那種非主流的東西 你就做好玩的 你要 你要 我想要亂講話 我想要亂講話 我不是真心的 我跟你講 常常說 但他做得出來的東西是嗎 我跟你講 我都做不出來 你做得出來嗎 欸他 不要講這種話 我是 所以今天主題是一個 超亂的東西 藝術品 他就說 因為這是我女的 喬籤知識 然後 為創意 然後呢 我們把所有的創意發揮在裡面 沒錯 我看一下我們在螢幕裡面 就是中二 就是自以為自己很有創意 但其實賺不了錢 我們是這種中二白癡 對 我這邊到底是什麼 廢物收容所 好 再見 掰掰 掰掰 很敢能看嗎 感覺就吃那個 撒掉被打水中 而且我一定忘記你的朋友 這是我名字 我記得你名字 那你記得我名字嗎 很重喔 想了好久 他到底叫什麼名字 想看 想不起來 抱歉 好可怕 好可怕